这桌总共是 这桌总共是花了一百一十九 看到有什么东西啊 主要的菜这个大牌对虾猪脑刺身 我现在还在湖北恩市这个地方啊 我现在在湖北恩市这个金龙大道 这边有个商场啊 我在网上看到他这边有个牛排资助非常的不错 今天过来打个卡给老板上一个 给湖北老板上一个啊 兄弟们啊 找了半天找到这个爱友上了 被那个 刚才那个什么广场骗了 去了他说不营业 气死我了 今天就给这个啊 今天给这个爱友上都说让老板上去啊 这桌总共是 这桌总共是花了一百一十九 看到有什么东西啊 主要的菜这个大牌对虾猪脑刺身 羊蛋啊很主要的菜啊 这种欧牙鱼 这个大肠最喜欢的啊 猪头肉 这是我点的圆圆口底包含的那个 还有二十块银压斤的 大概是将近一百块钱一个人 看到没有 最喜欢的肥肠啊 先来 猪 地虾 海鲜 全部给它倒进去 爪子 全部给它来 脑子 烤肉 大块子 凉蛋 大会儿 好兄弟们 在这儿用餐我总共花的是一百一二九 二十块钱下斤 差不多是将近一百块钱左右一个人吧 有烤肉 火锅 海鲜这些东西啊 价格还好 品种挺多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菜品 有些蛮新鲜的 但是有些时间比较长 现在目前来说中规中矩吧 先来点这个猪头肉啊 猪头肉 蘸一点酱 先吃着 肉再烤 先吃着 肉再烤 好香 好吃 这个猪头肉蛮好吃的 可能跟我太饿了也有关系啊 这个是刺身 也是我的最爱 刺身 烤肉差不多烤好了 火锅也快烤了 最喜欢的就是肥肠啊 兄弟们 还有鱼呢 把咱们的这个火锅捞出来凉一凉 兄弟们 给它凉一凉 烤肉 兄弟们 凉蛋 前面蘸点的羊 蘸一走 最新鲜的时候 本来吃鱼呢 要啥也是很多茄子 别挨起来了 酱 虾 如果看着你吃鱼呢 就把咱们吃了 只能吃鱼呢 吃鱼呢 做鱼呢 吃鱼呢 看着嘴看 是另外一个有点 来吃鱼呢 头是さな具鱼呢 店头是要吃 你看 我就看给你了 它多久 您吃了 煮蛋汤最喜欢的哈 这个铺盘带走啊 可以 这个铺盘带走 兄弟们我已经吃好了啊 用餐时间是三个小时 就等于是一百块钱一个人半九十九 然后呢菜品挺丰富的 说实话烤肉火锅什么都有 我个人觉得还挺不错的啊 相当于合肥的杏林多跟五月罗马差不多 那个级别 好多人都说我啊 美食呢是男其中的一生活的一部分 女朋友也要找看缘分吧 我也不勉强是不是 就跟很多人说我一样 说我是一个屌子 那这个这也没办法人的命啊 生来不可能每一个都是王子 每一个都是老板对不对 又有钱人就有穷人 不要我觉得 活得开心最重要啊 找不到老婆呢也要吃好好好 你说我是屌子呢我也不反对 是吧人活在身上不就是 会口饭是吗一张嘴吗对不对 咱们 打个地啊打个地咱们回家 这个是在N市的啊 N市的景象都城酒店旁边一个大路啊 金什么大道啊这里啊 一个一个女司机在马路对面喊我要掉头回来 不放心要叫我等他 我说等他一下没关系啊 这个做人要有信用 喊他了肯定等他一下也没什么关系 他害怕我不等他刚刚在对面啊 因为我是在对面 他在对面叫的车子 然后这里这边好见 现在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做人不是说明这个生活不容易啊 为了拉一单生意这个女司机啊 在他那指数过 我前面路掉头一定要等他 咱们做人肯定也要有不是说壮啊 肯定是不是要遵守信用啊 还是个女司机 哈哈哈哈 怎么还不来我天哪 等了有两分钟了快 这女的有点慢啊到现在还没来 我这马头头头 不会我手信用他把我丢了吧 我天哪 应该是个女司机吧 我还以为我我你你拉到人走了 哈哈哈哈 您答应我了我我肯定讲诚信嘛 那肯定的 到凤林酒店 凤林酒店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啊这个地方 就是火车站 斜队面那个地方 哦那我先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呗 嗯 不是有我要跟你说好吗 有时候我我掉头了你又走了 那不会那不会有 但是我答应掉头我肯定会掉头 我以前跑过摩托街头 黑色的这个不会 还是要有原则一点 嗯 我就是答应人有人招手我 我答应掉头了我肯定掉头 对对对对职业招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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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